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独 亲爱的朋友们好 我是淑婉 最近这几天我们会发现 可能国际事务的版面会比较多一点 在巴黎奥运正式开幕的前期 来看看今天这次文汇报 特别是从科技的角度 来看看这一次的奥运情况 说奥运史上AI首战高科技 打造竞技殿堂 是如何一个AI较劲和科技化呢 稍后还会一起看到 我们先来聚焦一下 在今天的国际事务上 当然人就是美国大选的消息 席卷了非常多的版面 先来做国际聚焦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就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斗争 最激烈的时候 也最特殊的时期 他还是要去实行 他在美国的行程 那么在国会演讲 在今天虽然很多中文版面 他可能因为时间差的关系 但是我们在外媒的一些网络版上 已经看到了一些消息 但先看纽约时报这个部分 我们主要呈现的图像 是内塔尼亚胡 在美国国会当中 进行演说的一个情况 当然这次的演说 即便之前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媒体叙述是很尴尬 甚至他这个时候 并不聪明如何如何的 但是他确实在演讲当中 也多次赢得了一些掌声 尽管这些掌声 可能有政党派系不同考量的 给出来 新脑日报还看到一个进程 就说他可能今明两天 分别会跟拜登 跟特朗普见到面 美国之音给我们工具 我们会完成任务 内塔尼亚胡在国会演讲中 敦促美国加快对以色列的援助 这一块纽约时报 他大概也不断地在更新 来看他之前演讲当中 他主要他在演讲中 也对以色列做出 非常强力的一个捍卫 我个人认为说 这一张照片我等一下再说 我们先很简单提列一下 他在演讲当中的几个重点 首先他非常地清晰 将以色列的安全 跟美国的安全是绑在一起 认为他们现在做的东西 不是单单只是保护以色列 也是保护美国人 同时也把一个责任范围 划分得极为清晰 他的措辞极为的简短有力 他用的方式是 说今天我们的敌人就是你们 对台下的人说 我们的敌人就是你们的敌人 我们的战斗就是你们的战斗 我们的胜利将会是你们的胜利 话讲完 全场有很多的一个掌声 在过程当中 民主党内有很多人 不但没有跟他握手 比如说像大佬犹太义 在美国当中最高的一个官员 参议员的代表舒默 没有跟内塔尼亚胡握手 民主党内也有人 是对内塔尼亚胡 是抱着批评针对性的眼光 共和党内 大部分人是给了他比较多 相对对他比较友善 给了比较多的掌声 但是即便在共和党内 也有对他的中东政策 感到不满意之人 整体上说来 内塔尼亚胡在这个演讲当中 包括他也知道 外面有上5000的人 5000多人 是相对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 对他所做的抗议 但我特别想要多看看这张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内塔尼亚胡他桌上的这个 他演讲稿厚厚厚一点 A4纸 这么厚 我想说他念到什么时候 但是我们仔细看 因为他上头印的字很大 而且一张当中 可能有些重点的句子 才特别放上面 不是说一张都满满的 所以这个部分 发觉他是有备而来 在关键的字句上如何表达 而且善用民主共和 两党的政策语言去叙述 他是准备的很好的 所以这样看得比较清晰 这让我们想到 之前拜登幕僚 要给他看这个电子的提字器 可能还不如用手稿来的扎实 在这一段时间看到 这延续昨天的一些媒体观察 都说他时机尴尬如何如何 因为这个时候 因为显示中东政策 内塔尼亚胡又来 是否会加剧民主党内 对于中东政策的一种分裂性格 以及半岛在看 说特朗普如果再次出任总统 对内塔尼亚胡意味着什么 以及明报我们看到就我们刚刚所叙述的 一个总体气氛 关注的是 内塔尼亚胡在国会演讲当中 他对于特朗普 对拜登 他都是有表现出赞美之词的 同时呢 他也提 现在去反对他政策的人呢 就是同情恐怖主义者 所以他又用他像在刚才前面 我们说他的一个调性 他说那些呢 对他的政策表示反对的人 就是同情恐怖主义者 他们就是跟恐怖主义者站在一起 他们就是支持哈马斯跟哈马斯站在一起 那么他们就是跟强奸犯跟杀人犯站在一起 他说话说到这里呢 当然我们就知道他是这么样的去切割的一个清晰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下呢 他没有去对于拜登跟特朗普批评 反而认为拜登是在他们最黑暗的时候 能够到他们当中来 今天华尔街日报呢 也看这一次的这个内塔尼亚胡来所显现中东政策的压力 从人哪些人到哪些人没到 或许可以看得出来 在特朗普这里呢 包括特朗普 这个他的副手范斯 也是要竞选行程 没有特别的表态 但是呢 在哈里斯这里 如果按照传统 这一场呢 内塔尼亚胡在国会的演说 其实是他主持的 但是他也巧妙地避开 在这个部分呢 当然也考验了内塔尼亚胡 他在政策上的一个平衡数了 但核心是哈里斯他没有要出席 他当然是用他竞选为名 现在可能比较 当然肯定是非常忙 从这一点呢 确实也可以看到 哈里斯的表现也是呈现出 美国当前在政坛上面 对于中东政策的一种迷惑感 甚至可以说是党内个性的分裂感 而对于贺锦丽自己本人来说 这件事情呢 可能就跟拜登的政策 他就不一定 因为以他很个人来讲 他就不一定 就是完全就是要照着拜登的政策 尽管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说 他有很多的政策 还是会延续 那拜登呢 也在椭圆形办公室 对全国国民发表演说 提到他离开的真正的背后原因呢 他说其实是为了一个民主 是为了捍卫民主 对于拜登来讲 他认为他最大的成就 就是有包括在这一部分 他可能其他都不管 这个部分他捍卫了美国的民主 就是捍卫了美国民主尊严价值 这是他的想法 同时呢 他也认为 担任美国总统确实是他一生当中 最大的一个骄傲 同时他也听 他也说了这一段话 他说他想要 交给更年轻的世代 交棒给更年轻的一个世代 赞许哈里斯是极富惊艳的 非常坚韧的 而且非常有能力者 昨天我们提到 这个美国大选呢 现在看起来 非常的精彩 而且呢 他可能出现非常多戏剧性的高潮迭起 大家想都想不到 所以完全不可能排除了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如果最好的方法 对于拜登来说 对于哈里斯的迎面来说 关键的时候 各样的理由 拜登移交他呢 总统白宫的权柄给哈里斯 或许是祝哈里斯迎面 最大的一种可能的方向之一 同时来看特朗普呢 拜登当然讲完话的时候 特朗普肯定各色批判 而且他是利用社交媒体 对他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嘲弄 对于拜登来讲 他也是指桑骂怀 他虽然没有特别点名 要去批判特朗普 还有谈论他可能的回归 但是都知道自理行间 或有他的一个暗示 在目前为止 今天也看到 哇 好多民调天天在做 到目前为止呢 可能有媒体也统合了 一些包括美国的一些重要的 媒体机构 跟民意机构做的调查 至少有三项 都发现特朗普贺锦丽 可以说是势均力敌 而在CNN所公布的一个最新民调 看到特朗普49 贺锦丽46 但是我们说这都还是在误差的一个范围内 新老日报还有一篇社论 说贺锦丽民调有表现总统之战 戏马增 他当中提了两个观察的窗口 第一个窗口呢 就是在下个月民主党的大会上 贺锦丽到底是提谁 当他的副手 因为他是很特殊的一个亚非裔 可能会找一位白人男性 特别在摇摆州 因为要争取这些比较困难的州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看到接续9月要登场的一个辩论会了 辩论会呢 这个部分到底表现如何 也是一个困难点 那另外贺锦丽轰特朗普 让国家走回头路 首场造势展魅力 党内支持在扩大 这个部分相关情况 昨天也提了 包括他24小时内呢 就吸睛了 这个吸引的投资呢 有上亿美元之多 近上亿美元之多 那特朗普阵营开始投诉 贺锦丽接手拜登账户 其实他们这个竞选账户 是一个两个人的名字都有啊 但是主要呢 是对拜登了啊 但是他所以呢 现在特朗普呢 现在只能先找这些地方来做批判 别忘了在9月的一个辩论当中 大家会看到一个总检察官背景的人 去对抗一个罪犯啊 所以这两者之间 到底能够什么样的碰撞 可以说精彩可期 另外经济日报 看到特朗普的关税 因为如果他回来的话 关税关税再关税 加钱加税啊 加税加税再加税 所以他会看啊 说特朗普关税2.0 注定撞板 因为认为他有很多执行上的不可行 金融时报呢 也提到 特朗普呢 好像不是在加税 他现在可能也会减税 我们要知道 他现在可能在小费 美国啊 拿小费也是要扣税的 他可能 他说他上任呢 就会取消掉这一块 同时呢 有市场观察说 哎呀 这个特朗普上来呢 他肯定不会让美元衰退 他的方式呢 甚至即便是寄出关税 也会让美元持续保持强势 这个很有趣哦 特朗普呢 他跟一个餐厅的服务员的对话当中 就餐厅服务员对话 他们认为说 这个小费被移民官啊 就追税啊 被这个税务官追税 追得很头痛 因为在美国所有的收付录呢 你都要缴税 那所以呢 所以特朗普现在呢 认为说 他上任之后 肯定就是会先取消这一块呢 当然肯定也获得一些好评了 那至于加关税的这个部分 大家也要看啊 比如说美国的产业来讲 他要制携吧 为了成本考量 橡胶 一些原料 从中国进 但如果一旦特朗普 在这个部分加税 也会推高美国本土企业 他的一个利润成本 卫报 纽约时报呢 还有Delibist 看到了就是特朗普 他现在呢 特朗普他的侄儿 大家记不记得 在2020年的时候啊 是特朗普的侄女啊 玛丽要写书去批评他 认为他心里有问题 当时呢 玛丽的哥哥 就是我们现在照片上 照片上他看到 就是说 现在兴起特朗普的侄儿 他也要写书 来去做一些爆料 当中包括提到了 特朗普可能对一些残障人士 有色人种 带有歧视感等等 另外呢 接续的是特朗普因素 大家看到说 有关于Telsla 他的一个发展 Telsla发展 当然他现在整体 有一个全球需求性 还有包括市场价格 竞争的一个背景 而接续当然 可能在美国自己 本土的发展政策上 对他也是会有联动 还有在今天看到 奥运史上AI首战高科技 打造竞技殿堂的消息 以及明报 战后最大阵容 巴黎奥运部署的 7.5万警力 这个部分啊 我们还要算上 有40多个国家 他们自己也要带一些维安人员进驻 要扫二维码才能进去 在巴黎生活来说 就很多人甚至取消去巴黎度假 所以他们里面很多零售店 餐厅里生意可能会受影响 而这次AI首战 在各方面 包括拍摄 还有充现 它可以一秒钟 打出非常多张的一个照片 让大家判断了领悟区 同时各种自动的一个摄像镜头 还有能够还原以前复古性的 一些旧片等等 但是在这么多的一个数字化当中 包括运动员 很多人要靠AI 他们会专心训练 根本不要担心自己去吃什么 等等之类 所以今年的奥运观察 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看到AI的科技战 到底会到什么程度 同时这次奥运 还有一些政治上面的冲撞 比如说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运动员 这次都是可以一起出现在巴黎奥运场上 但是俄罗斯的运动员就被拒绝 所以普京很不开心 在英国金融时报媒体的报道中 所以说普京可能俄罗斯方面会用一些网络虚假的方式去攻击 可能也有点像冷战手法 但纽约时报来看 今年的奥运还给印度带来了一些想象 他们说印度 他一个史上第一面奥运金牌选手 出现在上一次的一个东京奥运会上 就他们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少年贫穷村 看到镖枪在空中射出去像鱼一样 他开始产生了兴趣 经过训练得到了东京奥运上的标枪摘金 这个给印度带来一个希望 认为说他们也想要办奥运 而且这个计划是锁定在2030年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 奥运对于很多国家举办来说 仍旧是一个展现他们能力 甚至复苏希望的一个重要象征 还有下午查说 中美国博弈扩大之巴黎奥运泳池 主要就是因为对中国的游泳运动选手 检查的真的是太过分太严苛了 看到这里计算 大公文会 中国游泳队赛前人均接受21次的兴奋剂检测 美国队人均只有6次 所以这个部分德国之声也表示 当然这要显示相当严重的一个不满 此事必有后续另外港匠进驻选手村 与预期存落差以及剑神大皇宫战场首位森严 我们可以看到拍到 因为之前都说了 因为巴黎他们这次奥运的一个规定 你都得要自己带这种可惜式的一个冷气 港匠的选手因为想到上次杭州亚运的 这个空间规划的不一样 所以心里有落差还在适应 但是呢对这个很多剑神之谜 这个这次在巴黎奥运里面是个大皇宫内部做修建 你想想看啊剑神 他拿着这个剑机在当中基建 充满了很多画面上的一个想象 所以这些呢都是巴黎奥运即将开幕前夕的一些热点消息 接续我们做国际速报 有关特朗普遇刺事件的一个后续 到底追查的如何 昨天读报看到消息 美国特勤局局长已经自动请辞下台 因为他被问到了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回答出来 也没有办法确定 甚至最重要的是包括在特朗普于宾州出席 演讲大会台上附近啊 在一定安全规划内的屋顶上 为何不列在安全警戒范围内 而今天呢更看到信报这里看 说他啊特朗普遇袭之前 狙击手曾经离开岗位啊 当然美国媒体也都在都在追 那这次是因为宾州的警察局长出席 在众议院一个相关的一个会议上 他的一个听证会上 他就提到说确实有两名狙击手离开 但是他说那两名狙击手离开呢 是因为他们有听到消息 要去搜寻这个可能的疑犯 后来事后证明的就是这次事件当中 被锁定的那位枪手 但是实际上呢还有人 共和党共和党的议员里面呢 还有人得到了一个消息 说本来在屋顶上是有派驻一名 特勤人员要驻守的 但因为天气太热了 所以离开找到室内 这个部分到底能否证实 也在追究当中 随着特勤局长啊 这个美国特勤局长的一个下台 在时间的推移中 或许还有更多的内幕会被爆出来 聚焦 然后这个部分旺报观察者都看 我们先看 在旺报这里转战美印 日本制铁分手中国宝钢 另外提日本车企在华销量连续下滑 新日铁将退出与中资合资企业 同时这日本共同社自己在观察 这中日经济的这个面相等等 他当然看到你看从图片上面呢 也是从一个历史背景来叙述 这件事情呢也有一个情势 我们说啊 当前中国啊 谁离开呢 或许呢都啊 这个不是最核心的事情啊 谁离开都有可能 但是呢 中国对外的开放 还有吸引外资进来的这个政策呢 并不会变化啊 另外欧美媒体热评 北京斡旋法塔赫哈马斯 德国之声 这个部分肯定是热议的 因为这个展现了中国 我们昨天也提啊 他在中东外交事务上的积极参与 同时呢 也对于非常困难的地缘政治 他的一个协调能力 更展现接下来 在一些地区困难的热点上面啊 他的一种风范与能力 以及看到波兰威吓切断中国 通往欧盟的铁路线 成功缓解白俄赠送的移民危机 这有个前提啊 荷兰这次因为他们主要是 一直把白俄罗斯跟荷兰 运送到他们的货运啊 跟非法移民 这个问题是捆绑在一起的 所以他现在解决 他的一个非法移民问题 我们接下来看到荷兰 在很多策略上面 也会会不断的比较强硬啊 另外经济日报呢 还有韩国的媒体 主要是聚焦到说 三名中国人 因摄用无人机拍停靠 釜山的美航母而受调查 然后经济日报又说 是三名留学生啊 不过他们的年龄 是30到49岁等等啊 在釜山 但这个部分呢 对当地警方来讲 他有一个认识上的一个 一个困难去啊 因为呢 在他们涉嫌 说啊 在韩国媒体当中叙述呢 说他们拍摄的这一天 正好是韩国总统 以西越 他也在这个停靠了 航空母舰 就是罗斯福号嘛 之前去参与一个 多余的演习 也在上头 而且是对媒体开放去拍摄 也有一些普通人 这些都是公开的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在这件事情上去指控 但是呢 另外一个涉及 无人机还拍军事机的 这个部分呢 就是 是这次谈论的一个焦点之一 另外再看朝韩之间 朝鲜的垃圾气球 首将韩总统府旁 同的是今年第十次的投放 有来有往呢 但韩国不是用这种方式回应 他则是在边境地区 重启大声工广播 天天这个一来一往 看起来还没歇息 以及纽西兰 哇 这是最大的丑闻 护理机构设虐待性侵 70年来受害人达20万 这个部分呢 调查报告呢 这是他们的皇家 做一个调查报告 就斥的简直是 极为国耻的一件事情 另外 尼泊尔小型机 起飞坠毁18死的消息 紧机长生还 现在目前还在调查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这些死亡的人都是行企人员 因为尼泊尔是全世界 飞行安全当中 最危险的一个国家局 从2000年到现在 也发生过不少的飞安问题 还有关于奢侈品的消费动态 主要是呢 这个剧团集头公布了今年 上半年就一到六月 它的一个数字 发现也是在需求的情况下 其实他们更应该认知到的呢 是一个消费习惯的改变 你看在亚洲区的销售呢 受到了一个影响 南华早报也有报 这当然可能呢 他们接下来也是要看 在消费的形态上面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转变 那当然日本方面的市场 是受惠于近期的利率的关系 在很多年前 当英镑跌的时候 也是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中华聚焦 继续呢 在乌克兰 要寻求和平的一个努力的进程上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在华拉访问行程 持续受关注 今天明报标题 王毅广州乌乌外长 愿促俄乌会谈 以及南华早报他的头版位置 基辅表示 他们已经准备好 直接跟莫斯科来对话 以及大公报 乌俄市愿谈判信号 中方愿发挥作用 到目前为止 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上面 所展现出的中立原则 而此事呢 也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国际舞台上 展现大国的地位 那么接下来 当然更受期待 确实能够在 俄乌战争的一个 有效的停止上面呢 发挥更多正面的一个作用 而这一点呢 也让想到 因为之前呢 都已经有提出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 相关文件方案 后来中国跟巴西 也有签相关的一个六点 这些基础呢 环环相扣 结合出呢 习主席也在提出了 几大倡议当中 包括的全球安全倡议 当然在这件事情当中 还看到的是乌克兰 他目前的一个 对国际形势的一个 敏感反应 旺爆 乌克兰支持中国设台立场 基辅坚持一中原则 中乌外长会谈 聚焦俄乌战争 王毅喊扩大乌国 粮食尽口 德国之声 在这一次的中乌外长会议 呼列巴尚未看到 俄方和谈的一个诚意 以及新党看到 特朗普上台或庭园 所以急访中旬支持的一个背景 当然这个部分我们说呢 乌克兰他的反应很快 他现在呢 就是也展示出 他在多国外交上面 企图保持的一种 企图保持的一种灵活的 一种应变跟反应 同时呢 他现在寻求更多国家 在和谈上的一个支援呢 是平衡一下一个国际的压力 因为在外媒很多的分析当中 也看到 因为传统以美国为盟友的这一帮 包括美国自己呢 他们其实最怕 最不愿见到的就是 乌克兰跟俄罗斯 真的能够自己谈起来 那么他们在当中的作用力 当然就会大大的一个减低 接续呢 在这个中国的发展道路上面 三中全会之后啊 现在南安华早报 今天看到 就接下来政治局会议 可能在今年的时间里面 是不是更有一些 实质性实践的一个细节措施 已经联合报看 就是三中的决定 民企政府之间的管得住 或管得好的这个问题 以及的关注点 经济日报市场决定论 继承与改变 说在这一次的三中会决议当中 提到了更好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所以他们就认为 是不是市场决定论 得到了继承 接续我们做中华速报 双城论坛 路称支持交流 蒋万安续与上海沟通 接下来大家也看的是 双城论坛 接下来的时间办的一个细节 目前还没有公告一些细节 以及看到说官方展现 克制解开两岸打劫关系 这中时的一个报道 说透过0214 这金门翻体事件 创造后续交流契机 刻不容缓 还有呢 习近平回信厦门航空 判积极发挥作用 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习近平当中提到 他之前在厦门工作过 也参与过厦门航空的初创 这么多年来 看到他的一个发展 也甚感欣慰 在台湾 民进党的动作 由于遭受到批评 他说要把台语 闽南话改为台语 前面还有加台湾的 所以现在遭批评 去中国话的同时 台湾媒体自己内部的评论 也认为这是违反语言 平等原则 同时台风接续的影响 看到在台湾所造成的影响 包括接下来 有些部分天气特别炎热 要注意 现在福建的相关铁路 停运等等 台风来大摇 小心安全 小三通停航 翻铁案协商延期 但这个部分 它主要就是因为台风的影响 在三星堆新发现 昨天其实有看到 但今天我们在大千世界上 做一些整理 因为在这个三星堆当中 有很多制造的过程 仍旧是一个 还未能解答的谜 但是这一次又有更多的新发现 感谢观看